当家庭离散 人心涣散 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形态时 就说明社会已经脱续 此时身处其中的人们 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 凝聚人心 重建社会秩序呢 对此幻挂的六个谣 又能给出怎样的解答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重聚人心 幻挂它三个阴三个阳 它调配得很均匀 一个阴它就配一个阳 接着两个阴它又配两个阳 可见这里面 它跟我们安排了很多 只要我们顺序渐进 按部就班 它是可以化解的 拳挂最要紧的那一谣 就是九五 换句话说呢 在这种患上 凌乱的局面 你九五 你的所作所为 就是整个 能不能改变的关键 所以九五 它是负责 要建立共识 要改变当前这种乱象的一个主要人物 下面这四摇 从初六 九二 六三 六四 都是用来帮助 九五摇的 我们先从初六开始 初六 它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的财能很有限 你就算想尽责任 你也尽不了 而且呢 它跟六四 它又不相应 上面没有人支援你 你本身又很柔弱 又不当位 你眼看着 这么乱 就想 你想做一点事情 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 它的谣词 就告诉你 用尘马状 拯就是拯救的意思 因为 你自己很软弱 你自己的财能 不足以来应付当前的局面 那你上面找六四 有没有用 那你只好找谁呀 只好找九二 那九二呢 它是什么 它是健壮的 好比马那么壮 有力 可以拉你一把 可以成就你 所以你才会急顺 那你想想看 九二凭什么要救你 就是因为九二 它跟九五 也不相应 如果九二跟九五相应 它们两个就凑在一起 你出六 再怎么求它 它也不会帮你忙 所以有时候就很臭小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整个的局面 都是很动乱 你要自己衡量 叫做定位 我能做什么事 我人为言亲 人家也不重视我 那我怎么办 那我只好找一个人 我依靠他 我追随他 我帮助他 这样就对了吗 老实在 那人要逃生啊 你也不能说一个人想跑就跑 要考虑一下 我跟谁 谁走 比较对 可见什么 可见你平常 就要对你周边的人要一点了解 请要关注我跟他就没错了 所以小象说 出六之急 顺也 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 你不要蹭墙 你不要说我有办法 你本来就没办法 那你怎么办 你要顺九二 你又知道 你是柔它是钢 我要表现做 我愿意追随你 有什么零碎事情 我帮你做 我不会拖累你 这个时候就全靠 出六的修养 叫做 与柔顺刚 老子在《道德经》中 一再强调了 柔弱顺刚强这一观念 身处涣散离乱的环境时 能力不足的人 就要学会 与柔顺刚 懂得借助别人的力量 来剁避灾祸 但是那些稍有能力的人 会不求回报地 帮助别人吗 他们又能从依靠 自己的人身上 获得哪些好处呢 那我们再看九二 他跟九五也都是洋人 他又不单位 他是洋居英位 所以他不要嫌弃出六 如果他再嫌弃出六 他也很难跑得动 因此呢 他就必须要趁这个 初六来顺他的时候 他不要抬高自己的身价 他要下旧初六 这个谣词写得很清楚 换 换就是离山 你准备要跑了 奔 其 己 己就是查己的意思 就是下面那里可以依靠的用具 就叫急 你要找那个靠得住的 而不是你要去高攀 你也可以去找六三 可是六三人家跟上九是相应的 他会理你吗 才怪的 初六愿意归顺于你 你又觉得他可以依靠 有个助力 你就奔向初六 你本来有悔的 现在也消失掉 所以叫悔王 彼此有个棒 互相协助 对初六也好 对九二也好 这就是卦为什么把一阴一阳 他两个紧靠在一起的主要的原因 六三他就麻烦了 因为下卦是坎 而六三在下卦这个坎卦的上端 就是极端 就告诉我们 他的位置是危险万分 姚词说 换其功 无悔 你看他消散 切身之烂 功就是自身 功就是他自己 他凭什么 因为他跟上九相应 上九在上面 他把他一把 其实有人提拔 有人帮助 有人从上面往你上一提 你是最轻松最愉快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人要靠自己 绝对不要想靠别人 当然是有道理的 可是你从幻挂的初六 你会感觉到 还是要靠人比较好 你从九二 你也感觉到 还是有人靠比较好 那个六三 他本来是很糟糕的 在那个险级的位置 不伤不伤 那怎么办 他信号上面有人 拉把他 他本身就能够逃离 这个幻上的局面 下挂是险 上挂就是顺 是风 所以你不要老说 我怎么那么危险 老是舍不得现在的状况 说走就走 而且要走对方向 你从险的地方 走到顺的地方 那当然无悔 这个有没有什么案例 当然有 你看周文王去罚咒的时候 有一个人 孔子也很赞赏他 叫做威子 威子是商咒王的兄长 因上默念 咒王穷奢其欲 暴虐世杀 威子屡次劝谏 却不被采纳 于是选择出走 远离咒王 商朝被周朝所灭后 威子是忌弃向周朝起降 后被封为宋国的国君 继承了阴寺 那么为什么 有叛逃行为的威子 会被孔子赞赏呢 他的所作所为 人们又究竟该不该效法呢 我们中国一向来 把这个人灭掉以后 我们会帮助他的子孙 延续他的鲜活 那威子就变成什么 本来你是叛逃啊 现在你变成功臣 就是你是六三 你看到上九 可以拉你一把 你为什么要放弃 你这个时候 再不接受他的拉把 你整个就完了 又险急了 等到上纵亡的时候 你还在里面 你想跑都跑不掉了 你赶快跑 一看不对赶快跑 那时候人家一定骂他 你这算什么了 你根本就是叛乱 你根本就是什么 怎么讲一大堆坏话 可是到最后 他无悔 他有秉勤回来 而且他可以沉寂 伤的这一条线 的命脉 还是有功啊 像笔竿 像鸡子 他们壮力牺牲 我们也很佩服他 但是他跟威子 比一比看 各位就知道 还是威子有智慧 国家的元气 是不能随便让他消失的 这个比个人的这种 权益 民意 还要重要 你做无畏的牺牲 还不如 为了保存 我们的乡火 而忍入 偷生 就算一时 得不到大家的谅解 长久 你还是无悔的 我们在看到 唐太宗时候的魏征 唐太宗要起来的时候 魏征不在他这边 在另外兄弟那边 唐太宗就叫人说 请魏征过来帮忙 魏征一看 自己的位置非常显 为什么很显呢 因为两军一打 唐太宗这边一定赢 他就完蛋了 所以他一句话 他宁愿做良臣 不愿意做忠臣 就是换其功 就是把自己切身的烂 能够及时把它消除掉 唐太宗就说我忠臣 我更定了 忠臣不是恶族 最后逼得唐太宗要杀他 那就没有魏征了 他的选择就是说 我以其很愚蠢的 去做愚忠 我不如做明智的 做一个良好的 臣相 对整个天下 贡献比较大 人心涣散 社会动荡不安之时 国家和百姓 都更需要良臣 而非忠臣 然而良臣 要想最终发挥作用 还需要受到国君的信任 究竟怎样做 才能得到信任 换挂的六四窑 又会带给人们 什么样的启示呢 六四也是要帮助九五的 你看他已经脱离下挂 扛想都过去 进入尚训 就是进入顺境了 因此六四是单位的 他又不受这个 初六的连累 因此他就可以换其群 群就是人群社会 所依托的那个国家 就叫群 人是群居的动物 他一定要有个组织 这个组织就叫做政府 我们可以看到六四的处境 它上面是个羊缸的九五 一个鹰被个羊缸的羊压在底下 这个日子也不好过 可是他很幸运 为什么 因为九五跟九二 它是不相应的 就是九五也会接受他的协助 老师讲一个人 你有才干 你要看上面信任不信任你 我们现在整个挂看起来 初六到六四 这四个谣 哪一个谣得到九五的信任 那个谣就可以发挥他的能力 否则的话 是无人为力的 因此六四 他能够换其群 就是他没有私心 他全力去帮助九五 他才能够原籍 他绝对是整个的国家为先 他绝对是看准了 你九五 你是走正道的 而九五也很相信他 你帮我帮 我很感谢你 这样的话才能够大几 因为下面讲得很清楚 换有秋 不以所思 不以所思就是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平顺 哪有说你去扶着他 然后你就可以那么顺利完成 你想做的事情 要看九五正不正 要看他信任不信任你 要看你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有很多条件 六四跟九五 有上同之时 而没有彼此的嫌疑 这个是很难得的 我们已经讲过 司马关 他表现得非常好 好到不敢去见皇帝 他就没有办法上同 他没有得到上面的信任 现在不是 现在六四 你再怎么表现 上面都认同你 都不会认为你有什么 灰分之想 你有上同之时 所以你才会原籍 我们再来看九五 九五在整个卦里面 他当位 他下面有六四 上面有上九 他就构成一个迅卦 就是一帆风顺 只要你走正道 你就一帆风顺 这个时候 他就变成什么 圣德的君王 他会恩威并济 所以 姚词用人的发汗 来描述他 放汗其大号 就是人发汗 发出来 他是收不进去的 什么叫大号 就是盛大的号令 因为他行的正 他一切未公 所以他敢发号使令 他发号使令的时候 就好像他出大汗 出一声大汗一样的 叫做什么 叫做君令一处 绝不还悔 或是离上败乱的状况 恢复正常的次序 完全靠九五 所以姚词接着说 王居无咎 这个王 他能够守住 他的得业 他没有一点后遗争 你怎么发号使令 下面的都全力支持你 这就好了 换挂所代表的这种 离散动荡的境况 要想有所好转 最重要的其实是 聚和人心 百姓以及贤士 在君王的领导下 共同致力于重整秩序 就能消解离散 安定社会 那么换挂的上九窑 还能发挥什么功用 又为什么 学它不可呢 上九呢 你看整个的挂 它在最高位 就准备要重聚 因为要变成 社会甜甜有理 所以它一定也是无咎的 但是它的无咎 也是有条件的 换其学 气敌处 学是比喻危险的 你把危险都解除了 你使得自己非常通畅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一切离散的 又变成慢慢计合的 凌乱的 又变成有条理的 社会那种 骗来骗去的那种乱象 现在慢慢消失了 这当然无咎 其实上九的好处在那里 上九离开坎是很远的 所以他只要说 好好的跟九五配合 既然天下又恢复正常了 他是国之大佬 他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君王不容易 你们自己要小心 换句话说呢 他有责任要唤醒大家 你也不能说要跟我无关 也不能 这样才能无咎 所以为什么说换起血 就是他看到这个危险 已经快要过去了 然后他就要去敌出 他就挺身而出 要把他该讲的话 要讲出来 这样子大家就会远离伤害 回复正常 那就没有后遗症 我们可以看到 在萧兰这件事情 主要的领导核心是九五 真正出权力的是六四 最后要号召大家好好的珍惜 这个难得的成果 是上九 上九所用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看小巷就知道了 换起血 免害也 上九用的方法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再拼斗了 我们要全力巩固 我们的领导中心 然后呢 我们就不会 两辅相斗 可能必有一伤 我们在彼此斗来斗去 对大家都没好处 我们从此要把离伤的局面 抛掉 我们想象怎么样聚合 才会和谐的合作 这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和平发展 人性换上天下 人性换上天下避乱 人性团结 天下就会整治 这是历史告诉我们 向来都是这样 这样好像什么 好像那个水呀 它如果向外面去散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是动担的 如果这个水平静下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大势底定 天下太平 已经围棋不远 这个时候你赶快改变你 那种离伤的作风 你赶快守正 这叫什么 这不叫改变 这叫调节 改变是很麻烦的 因为改变太唐吐了 人家也看得到 你为什么改 我调而已 我没有改 这个调节得宜 就叫做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今天老讲 与时俱进 什么叫与时俱进 就是我慢慢调 我调得 使大家 不会感觉很唐吐 不会特别来注意我 人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被人家注意 你总是倒霉的 他在盯着你 你一直糟糕的 本来一点点小错 有看到把你放大 你后面惹人注目 因此 我们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 换挂后面是结挂 就是说你看天下 快要太平了 你要及时做好调节 谁有波浪 你就顺了它 让它慢慢地减少 慢慢地平静 这才是合乎自然的道理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讲 《易经》第六十挂 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挂 叫做结挂 六十代表一个花甲 一个花甲 是六十年 人生从一岁活到六十岁 不简单 你不要有余很容易 这时候你要知道 你也差不多 快要进入老年了 你要怎么样地调整你自己 你才能够在你这一生 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晚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